台南台菜名店阿霞饭店创立64年 传承三代吸引了不少政商名流 留想到创办人吴景霞2006年退休之后 家族爆发了商标权及经营权大战 拥有网购经营权的五帝派 不满取得实体经营权的二帝派生意捞货届 愤而提告 法院一审判二帝这一方败诉必须要赔偿50万 但他不服要持续上诉 一道道料理看得让人口水直流 阿霞饭店招牌菜想吃再也不用远道俯程 线上订购就能吃到 但现在阿霞饭店自己人爆发商标大战 他们商标的争议的话 应该还是比照他们原本自己签订的合约为主 就是还是看合约啦 如果他们这样告来告去 可能也会影响食物的美味 原来创办人吴景霞2006年退休后 二弟儿子夫妇出资2700万 买下店面和实体经营权 至于网购经营权交给五弟女儿负责 家族分为两派 二弟派拿下店面先创景霞楼 进驻百货 再用英文名字网路零售 五弟派则是投入网购产业 成立购物馆 本来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没想到2020年五弟派 以购物馆名义和百货公司合作 宅配年菜 没想到却收到存证信函 表示涉及侵害商标权 此举激怒五弟派 认为是对方先用英文名字网路零售 一气之下双方互告 真的不知道被人说什么 法院一审判二弟这方败诉 需赔五十万 但二弟这方不服持续上诉 官司大战从地院打到高院 为了双标权 一家人彻底撕破脸 记者台南综合报导